欢迎收看苦笑学堂 我是安静苦笑 扫描关注苦笑的新浪微博 而我将在每期视频微博的留言转发里 筹取民信观众送出一万英雄联盟点券 同时在本期视频下方的留言 我也会筹取民信观众送出一万英雄联盟点券 两名信观众两万英雄联盟点券 记得留下你的邮箱哦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超级灵活 有极具单杀能力的刺客型AP英雄 潮汐海灵 废姿俗称小鱼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小鱼人的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 熟悉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啦 中单小鱼人 主1-W 这个英雄拥有非常强大的灵活性 QE技能不仅是伤害技能 更是位移跳板型技能 灵活运用QE技能 就能在战场上杀人如风来去自如 那有些人会拿小鱼人去玩上单三项的打法 那说实话我不太建议 小鱼人在排位赛里是一个非常强手 也非常强力的中单英雄 几乎非一般计选 那如果你拿到了 中单鱼人肯定要比上单肉鱼人强力很多 那看一下对线的技巧 3级前的废姿很弱 宁愿漏刀也不要被消耗太多 达到3级就具有很强的击杀能力了 那比如如果能直接Q到对方英雄 就Q过去开W平A 然后用E技能躲对方的控制技能 看情况是E他身上还是E回自己塔的方向 那第二就是在军事的情况下消耗型的打法 E到对方的脸上 然后Q前排的小兵回来 或者是Q到对方的脸上再E回来 那6级之后Q不到对方的英雄的话 那也可以Q对方的小兵当跳板接近英雄 然后ER起手都行 那注意凭空大招先手是很容易空大的 QR的命中率会高出很多 那团战的思路呢 从侧面切入 那冲对方的后排就算不能一击必杀 那也可以逼退残血再开启沙漏 达到分割战场的作用 CD足够的话沙漏结束 E技能又已经好了 那第二就是可以选择配合A D击杀对方突进来的前排英雄 天赋方面12 18 0点出雷霆 那符文基本就是传统的AP符文 那注意出装要算好40%的减CD一定要凑满 那具体的文字攻略以及天赋截图 我会发在我的公众微信号里 大家可以扫描左上角的二维码 关注苦笑公众微信号 当然理论知识只是一方面 没有良好的操作也很难排位上分 那么想要神级操作飞上天 快来我们的苦笑点淘宝点靠 那最近苦笑发现好像我的观众里有不少的十佳少先队员 也可能苦笑之前的形象太过正经 现在只要出现一点而不正经的东西就被部分人疯狂攻击 比如我最近把直播时候的一些精彩素材传到优酷 然后我在直播的时候经常会跟粉丝互动开一些玩笑 比如观众弹幕里面说苦笑今天怎么打哈欠呢 我就会说最近蛮累的嘛天天操粉腰伤腿疼 这个是玩笑懂不懂 然后视频里面就有人留言指责了说 你怎么可以操粉或者说你是不是在炫耀 你怎么可以开这样的玩笑 哇塞兄弟这是直播啊是节目啊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在当时看直播的观众绝对可以理解那种娱乐互动的氛围 而产生质疑的人肯定是当时都没有来看直播的 那你gap到这个笑点怪我了 你连看都没有来看过 再说了就是因为我深圳不怕影子歪 我才敢开这样的玩笑 但我现在根本不想说我深圳了 我是读了不少书说过不少道理 但别太把我看成圣人 怎么现在有人看到我有纹身会抽烟会喝酒就说苦笑你变了 是我变了还是你的视角太肤浅 通过表象来否定一个人的内在 这和以貌取人的肤浅行为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些人接受不了我视频里这么正经 直播的时候那么乱嗨 那我就问一下 你学校的政治老师到了KTV里面 还会跟你讲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吗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境分不清楚就是自寻烦恼 好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半场的碾压 那这场我们先来看一场第一分局的排位赛 那是一个黄金冲白金的 我们经常要教大家怎么冲上白金对不对 下一场我们再来看钻石分段的排位赛 那只要你练熟了小鱼人 不管是什么分段你都可以屠杀全场 超神超神再超神 那这个分段的火难中单是非常常见的 那就让你们知道在小鱼人的面前火难是多么多么的疲软 当然前三级千万不要太凶 尽可能的补到每一个刀 就算补不到也没有问题 一级肯定是升出一技能 二级升出W技能 前三级不要想去跟他过分的接触 因为火难本身就是手长 他的消耗也是非常的疼 保持健康的血量到达三级 那这个火难就非常的危险 你看他现在把我压在塔下 以为自己很凶 以为我很怂对不对 然而这波兵线吃完 我会先到达三级 你看他把兵线压过来 他才二级 这个就很尴尬了 而三级的小鱼人 你看他丢W消耗我 那又如何 你只要让我Q到 哇你这个Q还丢空了 让我Q到戳起来 一技能再打一下 直接逼出闪现 三级的爆发就是如此的恐怖 那真的如果能让小鱼人Q技能起手的话 那真的这个人就必须交闪现了 千万要小心 在你们三级的时候对象小鱼人 也一定要注意跟他保持足够的距离 那他现在没有闪现了 我要等的就是一技能准备就绪 现在我的一技能已经刷新完毕 闪过来Q上去焦点燃 一起来躲开他的所有技能 直接过他 强杀拿下一血 你看这个火囊简直是慌的半死 我Q在他的身上打出一下W 然后一起来躲掉他的所有技能 交上点燃一落地 他已经是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 这就是中单小鱼人在三级的时候的恐怖之处 可以说火囊在我三级Q到他的那一下 就已经注定了他这一场对线的崩盘 那其实呢 小鱼人在高分局里面杀人并没有这么容易 还涉及到一些消耗性的小技巧 这样高分段的时候就并不是什么 你Q到人家脸上直接开W一起来 人家就死了 人家会很注意的 所以说小鱼人的消耗技巧 我在教学部分有写 比如说你Q在人家的身上 开WA一下 然后可以E技能跳回来 或者是你E技能起手 E在人家的身上A一下 然后Q对方的前排小兵Q回来 就像女刀锋消耗是一个道理 那当然到达了6级之后 就不用这么强求去Q在对方的身上 基本上就是Q小兵用小兵当跳板 然后交出大招 交上E技能 就基本可以造成击杀 那现在这个火男他等级是被我压了一级 想要消耗我 但是你已经没有蓝了 这波兵线你到底要不要吃 如果你不保持距离的话 那我又要再杀你一次了 没有闪现的火男非常的危险 好的Q过来E技能躲他的Q 但是他没有及时的Q 我一个走位躲开他的Q 他没有蓝了 我还是开着W继续狂A他 那本来想是想要Q过去过塔强杀的 那一来距离不够 二来想想其实也不划算 因为那时候我的E技能没有刷新 Q进塔下的话 我会跟他一起换掉 没有必要 那么我们就回来 把这波兵线慢慢的给他推进去 小鱼人杀人 还是非常依赖E技能的 那现在这个火男已经是半袖 我们Q过来E技能躲开他的W 轻松过塔强杀 一整波的兵线推进他的塔下 这个火男他已经碰了 这就是为什么小鱼人在排位赛里面 经常是非搬继续的 那反正钻石分段以下的排位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小鱼人经常都是要被搬掉的 确实这个英雄非常非常的恐怖 而且很容易就滚雪球 那现在对面的打野来补现 我把兵线控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炮车还是要吃到 炮车吃一下 然后我们再观望一下 正好兵线触点回到中央 这个时候我再安心回家 你玩游戏想上分的话 一定要懂得学会去看兵线 那比如知道兵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才能回家 你回家之后出来 这个兵线的触点会在偏你比较近 或者比较理想的地方 这个是需要经验判断的 有的时候我自己玩上单的时候 也会判断不清楚 那玩上单是最需要判断兵线的 好的那这一波我出门 你看我现在身上 杀人剑然后耀光 基本上是小鱼人的屠杀装备 前期如果这样出装的话 这个小鱼人会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好的我们Q小兵做跳板 交上大招 我们看一下这波伤害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6级之后 根本就不用Q在对方的身上 一旦小鱼人装备成型 等级碾压的话 那对方真的就是无力回天 你前面如果我们等级差不多 装备差不多 我还必须要Q到你身上去A你 而一旦我们的等级拉开之后 我Q小兵丢大招 这个你是根本躲不掉 那这个火男刚刚上线 又被我杀了一次 我点燃都还没有交 下一波他回来 我的点燃又好了 这个火男他如何是好 那当然你们在看我用小鱼人杀人的同时 你们更要思考的是 如果你兑现的是小鱼人 你应该如何处理 首先你要保持距离 别让他在三级的时候 那么舒服的Q到你 这场是我在战棋打直播的时候 打的素材 那相信大家当时有一些朋友是看到的 那现在这个火男回到了线上 我是有点燃的兄弟 如果兵线进塔这个火男是必死无疑 是必死无疑没有任何的悬念 那来来过来过来让我Q一下 你看这伤害 看这伤害一起来 你看交上点燃 191块钱 他已经慌的不行了 小鱼人的一起男 一技能抑在空中的时候 是不能被选取的 他的什么技能都打不到我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小鱼人是有一点克制火男的 因为火男的所有技能都是非指向性技能 只要这个小鱼人足够灵活的话 火男任何技能都打不在我的身上 那这一波杀完他 我的大招又已经好了 虽然说蓝量有一点不够 但是说实话 小鱼人的技能耗蓝不是很高 所以说你要熟悉你的蓝条 在多少的情况下 可以放出全套的技能 好的 那这个女刀锋还不回家 巨魔给上一个柱子 他应该是死了 但是不要急着交大招 先Q到 Q到交大是必须中的 看到没有 这时候他再交出产线 那就根本跑不掉 一起来收掉人头 完美的300块 大招这个东西 最好是不要凭空交 凭空交的大招 是非常容易丢空的 我建议QR起手是最最稳妥的 好的 那这一波回家 你其实你说 在五 九分钟我拿到了五个人头 怎么出装都不算过分了 怎么出装都不过分 然后小鱼人这个英雄 我建议大家 是要算好他的装备技能CD 那30% 最后做到40%是非常好 小鱼人这个英雄非常非常吃CD的 他的异技能之前是被加长了两秒 削断半条腿 但是说实话 那个影响的是他后期的范界能力 就是生存能力 后期你的异技能时间够短的话 你可以各种不死各种去烧 但是并不会影响他的前期屠杀 因为异技能的CD 对于前期线上的屠杀作用并不是很大 好的那现在你看我高他三级的随便杀 我只要一技能就位我就随便杀 你看只要兵线过他Q过来 然后再A一下 注意要再A上一下 然后一下来他才能死 如果我不补那个一下W技能的话 还是不一定能确保杀死的 那现在这个火男基本上在线上是没法混了 这个皇子过来补上一波线 你敢吃这个F4吗 你敢不敢吃 不敢吃 还恋恋不舍 还恋恋不舍 那你不是要死 那你不是要死 来来来 来来 我杀B 我在打直播的时候 我已经把自己骂了一万遍 我在佛前骂了自己一万遍 为什么我不交Q 为什么我那么臭傻逼 想要去交一个E技能秀他 好生气 好的大家注意我的蓝量 注意我的蓝量 我现在只有200多蓝 你们一般人看到这个都会觉得杀不了了对不对 都会觉得这个状态应该回家了对不对 但是200多蓝 我先看一下每个技能的蓝号Q过去开W 正好三个技能全部交出再戳一下 轻松完成单杀 他只剩下126块钱了 10分钟的时间单杀7次根本不虚 那有些朋友呢是在直播的时候看过我视频里的素材 那但说实话感受不一样 那因为直播的时候主要就是娱乐嘛 就是乱嗨嘛 那也未必有时间给大家讲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那当然有些朋友也是喜欢回顾这种超神的直播素材的 所以有一些我不会做成苦笑学堂教学视频的 也会直接把直播的素材放到优酷里面做直播日记 那为什么要看直播呢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玩 然后呢有时候被人虐了心情很不开心 所以就看自己喜欢的主播来虐一虐别人 诶这样的话仿佛是自己超神了对不对 啊 好你看他只要上线上线就是死 上线就是死 只剩101块了 然后我们回旋一个走位 再杀这个皇子 你看我们开WA他 然后Q技能焦点燃一下平A 往回E 完成双杀 他连大招都开不出来 真的小鱼人这个英雄一旦起来 真的就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而且是杀人如风来去自如 千万不要小瞧了他W技能的伤害 开启W以后平A是非常疼的 没有几个人敢跟你站撸 然后E技能和Q技能 是用来衔接做跳板的技能 那现在对面的中单打野都死了 游戏时间12分钟 双方人头1-9 9个头全部都是我拿的 我们的队友4个全部都是躺赢 舒不舒服 舒不舒服 如果这4个都是妹子都好 那现在并不急着回家 那自己过来打一下蓝buff 那有W的小鱼人打蓝真的是很快 那是要辅W的记住 不要去辅Q Q技能只不过是一个跳板 型的技能 拿了这个蓝以后 打算来下路抓一波 我的大招已经好了 看看下路这边有没有机会 来我们E技能过来 近身 然后Q过来 交上大招 交上大招 啃起来 但是现在我的E技能没有蓝 我的蓝量不够 没有躲开情侣的大招 那现在对面的这个上单 也是支援传送了下来 我一个E技能 躲过女警的大招 那再见 再见 能走几个是几个 哇女刀锋这么凶 这么凶 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们的垂石也是闪现回来 勾起女刀锋 我QWA了一下 然后E技能后撤 收掉女刀锋的人头 再把火男引诱过他 残血逃生 根本不虚 我就特别喜欢玩这种非常灵巧灵动的英雄 而且经常就是可以残血逃生不死 包括上单猴子 看我直播的朋友就知道 我非常非常喜欢玩猴子 那个英雄真的是节目效果爆表 当然 直播和苦笑学堂肯定是有区别的 虽然我在苦笑学堂里偶尔会说一些大道理 但不是每天都说啊 苦笑学堂一周一期 说点道理还可以接受 直播我是天天都打 周一到周五 那如果我要是天天都说大道理 那不变成了教导处主任了吗 视频有视频的精神 直播有直播的娱乐 直播时候的一些玩笑 一些调侃 有些人会当做是炫耀 当做是嘲讽 那你不是吃错药了吗兄弟 比如在游戏里面全凭打字这件事吧 首先你要分得清什么是善意的调侃 什么是恶意的攻击 动不动就觉得别人在嘲讽 是你别有用心 还是你剥离心 一个没有幽默感的民族是可悲的 如果你动不动就把一些东西定义成苦大仇生 以后有了孩子 你会是什么样的父母 那这和我前面开头说的是一个道理 也许人家的言行举止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你受伤了那不过是你太敏感了 待人接物宽容一点 当然在国家民族问题上 苦笑是绝对不会宽容的 上期诺手视频的结尾 我就狠狠喷了一对那些 喜欢发一些动摇民族自信言论的人 就是给他们三个字 臭傻逼 我当时打的比喻也是比较露骨 比较尖刻 但我觉得对这种臭傻逼就是要一针见血 那有些观众说 哎呀我当时是在公交车上看的 听到这段的时候好尴尬 兄弟你这个在大庭广众下 还是戴耳机比较好 不然会干扰到其他人 那还有人说在家里看的时候用的是外放 那父母就在旁边很尴尬 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的锅我的锅 那这一场游戏15分钟 我已经拿到了12个人头 沙川三路凯瑞全场 那对手也已经无力回天 人生不如意安静苦笑吧 新学期就要来了 小伙伴们是不是要重战路场了 究竟是不是大神 赶紧去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捞月狗APP 就可以领取苦笑学堂 转属毕业证一键分享了 那我呢也是好久没做小羽人的视频的 之前有一阵子做的太频繁 然后就一直没有玩过这个英雄 那在战旗打直播的时候 那个观众就在弹幕里面说 什么时候做一个小羽人的视频 我说这个不是才做过吗 观众说你都已经半年没有做了 哎呦我一看列表 果然上一次做小羽人视频 已经是七个月以前了 哇赶紧做一波 毕竟这个英雄飞班继选 飞班继选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排位赛里面很难选到这个英雄 要么就被抢 那虽然之前版本的异技能 CD被加长了两秒 但是还是很受欢迎 因为这可以被接受 这很均衡 之前的小羽人确实太变态了 现在的小羽人削的是 那个异技能削的是生存能力 说好听点是生存能力 说实在一点就是犯剑的能力 哎呀几秒一个亿几秒一个亿 杀人如风来去之如 这不是犯剑吗 该削应该的 当然这是后期的事情 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前期的屠杀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整场的比赛 那这场比赛是我刚刚打上 钻石分段的排位赛 那这个号现在已经打到钻3了 我玩的比较少 因为连胜太多隐藏风高 一个钻伤的套 然后天天排到都是钻一根大师的 这让我玩的很累 我直播的时候还是希望玩的开心一点 大家才嗨对不对 因为如果对手压力 就对手太强的话 我压力很大 我会说不出话的 我很谦虚 我不是大神 那看一下这场对现在是乌鸦 那对现在乌鸦还好 因为乌鸦爆发不是那么高啊 小羽人不是很怕这种消耗类的英雄 比较怕那种爆发高 把我一套干死的 那前期同样是塔下猥琐 那前三级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到达了三级 你看我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他就怕了 让我Q到 那你不是要被我干半死 诶 就A你 就A你 然后最后再交E技能 躲开他的W 然后呢 再A 再A 我的Q技能 好了 Q到上点栏 就算你闪现交出也已经死了 哇 真的不管什么分段的对手 都很有可能在三级的时候 被小羽人给干死 首先你对线小羽人 一定要注意三级跟他保持距离 不要让我直接贴脸Q到 你说被小羽人直接贴脸Q到 那你不被打扮死才有鬼 而且刚才要注意一点 我的E技能是交的很晚 我一直把E技能捏在手里 他不交W我不交E技能 就是开启我的W技能 拼A他A出好几下 算到差不多时间的时候 我才一起来 然后又正好躲过 是用走位躲过他的W技能 然后他还不走 他那个时候还不走 还不走的话 我的第二个Q技能刷新出来 那Q在你的身上点燃胶上 还不是比赛 所以呢 其实不是我多厉害 是对手的失误有一点大 那我们在大排位赛的时候 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厉害 而是都是抓住了对手的失误 那这盘你看一下 我们的上路虽然很惨 被打野给抓了一波 而我们的打野阵亡了 但是对面的上单落手太膨胀了 一个Q闪想要过塔 强杀我们的女高峰 那我过来抓上一波 现在我4级这个稻草人 3级先不交E技能 先不交E技能 等他的这个恐惧交完 我们在一个E上跟上 拿下他的双Buff 那么这个落手也是在劫难逃 我的Q技能已经刷新了 随便来上几下平A 轻松完成双杀 大家要注意一点 这场排位就不是那么低端了 这场排位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E技能一定要捏的稍微紧一点 在面对刚才的稻草人的时候 当我们QW过去的时候 很多人会直接选择先手开E技能 如果那样子的话 你就杀不死他了 因为你如果先手开E的话 你的伤害不是那么的足够 那么你落地之后 你被他一个恐惧 他就跑了 你没有任何的位移技能 可以追上他 所以在你们使用E技能的时候 不仅是要把它当做一个伤害技能 还要考虑到 它是一个位移突进的跳板型技能 好的 那现在我们回到线上 带着一个味美香甜甜的双Buff 插一个冰到达5G 那这个乌鸦是先到了5G 因为他吃冰了嘛 我没有吃冰 我去支援了 来来你看 这个冰线他很尴尬 他很尴尬 哇你还想补刀 那让我Q到 那你不是要死 开启W你看这个伤害 最后一个E技能 直接过塔枪杀 戳一下就死 还躲过了他的W技能 哇真的 中弹乌鸦很恐怖对吗 但是在小鱼人的面前 会不会觉得这种英雄非常的疲软 哇小鱼人真的是很喜欢这种 非指向性技能的控制英雄 你看火男还有乌鸦 他们的技能都是非指向性的技能 都是非常不稳定的 在小鱼人面前 真的是要多疲软有多疲软 小鱼人比较怕什么英雄啊 比较怕瑞兹啦 安妮 像瑞兹以前那个 我玩瑞兹玩的很好嘛 用他的W技能 我该打你就是晒一套 还有安妮 我该晕你就是晕一套 我的安妮的W以及大招 都是顺发技能 小鱼人是没有办法躲掉的 看到对面打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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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来打三郎 来我们来一个倒计时 我有大招 5 4 3 2 1 这个稻草人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就是因为他在我视野里面出现了 那么一下下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运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的视野 看到了稻草人进入他们的野区 这个稻草人死的也真的是很亏 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在六分钟的时间拿到了五个人头 非常的舒服 点燃在手 哎这个乌鸦 人们让我Q一下 让我Q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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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Q 不给Q 不给Q就算了 不给Q就算了 那我们回来安心的补刀发育 那为什么我玩低分段喜欢出那个耀光呢 耀光蓝量很舒服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不用那么经常的回家 而且单体的伤害也会更高 包括我自己以前玩猴子也很喜欢出耀光的 但是现在猴子上当是不能做耀光了 不能做三项了 因为三项没有了暴击以后 对猴子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我在此奉劝各位玩猴子上当不要再去做三项了 那如果有喜欢 特别喜欢看猴子上当的朋友 可以来看我直播 我觉得我现在玩猴子真的是超有心的 我周一到周五都在战棋打直播 晚上七点以后 那如果你没空来看我直播呢 也可以到优酷搜索安静苦笑 我会把我一些觉得精彩的直播素材直接上传上去 就不能用来做视频的 会直接上传到优酷 来来来来来 现在我大招好了 大招好了 他这个距离已经死了 看起来很远对不对 实际上我E技能 我Q技能跳小兵之后 他是必死无疑 不管是Q过去先交E技能 还是先交大招 他都死了 所以大家在面对小鱼人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他跟你离着三个闪现的距离 你就很安全 你要考虑一下 他的Q技能是可以Q小兵当跳板的 OK 那现在八分钟的时间 拿了六个人头无脑的单杀对面的这个中单的乌鸦 看起来好像是顺风顺水 但就是这样一举看似轻松的排位赛 打到后期居然是一个血泪反盘的感觉 真的这个游戏有的时候经济优势未必抵得过阵容以及配合 那像对面这场上单和辅助是双排的 那ID上可以看得出来啊 还有这个阵容 大草人打野以及曙光辅助 这两个东西的大招非常的可怕 所以这场比赛打到后期未必有那么简单 那么现在我们拿了蓝buff来上路这边看看有没有机会 对面的打野是比较针对我们的上单 我卡一个视野 那看一下稻草人退去了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机会 对面的中单回到线上 那我继续过来 做一下视野 这个视野是比较防稻草人的 那不要直接坐在河道草丛 那个地方太近了 要卡一个墙放在比较远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不会被稻草人挑大招 稻草人打野这个东西我真的蛮怕的 我以前在做火男打野的教学视频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 为什么这种打野可怕 因为打野位一般是打不出那么高的输出的 只是承担一个控制或者坦克的作用 而稻草人打野就等于说他在不应该的位置打出了不合理的输出 那么他在这个团队的贡献上就会比其他的打野更大 那下路这边拼了一波 这个艾希最终也是没能挺过 我看看来下路有没有机会 这时候我是有大招的 那拼完一波 这个轮子马应该是没有召唤师技能了 但是我们的兵线没有进塔 还是有一点风险性的 我等一下一技能的CD 一个大招封一下走位Q过来 哎呦这波拼下来他居然还有闪现 这波也是我没有算到 非常的遗憾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寒冰AD的出场率好高啊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每天晚上都可以碰到好几盘寒冰 因为我现在是不怎么打下路了 所以我对下路的版本概念不是很深刻 那这一波回家把鬼叔买了出来 那现在我们的蓝量就会非常的舒服了 那这件装备比乌妖要稳啊 那因为他的减CD会多10%更加的灵动对不对 而且这场打的是乌鸦 那这个鬼叔的重伤效果 对乌鸦也是一个完美的克制 好的我们回到线上 有了这件装备那这个乌鸦 哎不过没有这件装备的时候 杀他也是随便杀好 那也看看他有没有失误 前期主要就是三级的时候 这个乌鸦的失误太大了 那你们应该会发现 只要三级的时候 被小鱼人直接贴脸Q到的人 基本上这场游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那这一波他是支援到上路反蹲一波 哎收掉我们的打野 但是还是被我们的女刀收掉 对面的打野再追我们的辅助 来过来我Q一下螃蟹进身 然后一技能打出减速 哇这个稻草人下的闪现撞墙 可惜这个人头并不是我拿到的 哎这波我们我们队友的支援 对这个女刀锋是赚的盆满波嘛 哎杀了人还把兵线推进来 然后我不留活路我不回家 我是蹲在这个草丛 你看一波兵线推进塔下 对面的这个上当那个落手 本来就很难受了 然后我还要断绝他的生路 你看他只要回到线上 我猫在这里大招点燃全在 哈哈这个落手他已经死了 哎呦有点不人道哦有点不人道了 交闪现也没有用 呃交闪现也没用 呵配合队友再次收掉人头 继续一波兵线推进塔下 这个落手他已经是蹦下卡拉卡 然后我还不留活路 我身上的状态还是非常的良好 继续猫在这个草丛 如果没人来我们就回城 如果有人来比如这个稻草 呵呵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好 Stevens Stevens 小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团战 那游戏时间18分钟 我的人头已经是12杀零死的数据 那现在我个人有一点膨胀 看到这个乌鸦距离够近就像大招怼上 直接过他强杀 但是这波实在是没有必要 虽然是收掉了乌鸦的人头 但是我自己也是惨遭围剿 而我们的南枪大招丢空 估计也是在劫难逃 那这波也实在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失误 我看全图miss 但是根据我们上路的兵线 对面的上单没有理由会来中路的 谁想到他放弃了自己上路二塔的兵线 跑到中路来反蹲 如果只是来稻草人一个我还不会死的那么惨 那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波翻面的教材 那现在我们的下路队友好像是也比较吃力 哇这个曙光直接过他双杀 这么酷炫 那么看一下人头的数据 21个人头里面有13个人头 是我的除掉这些人头 我们队友实际上是一个8-16的数据 那说明我们有一路路的队友是非常的逆风啊 哦就是这个打野 就是这个打野南枪2-6了 非常惨 他丢空了好几次的大招都放烟花了 没有拉到人头 而且他带的是雷霆 以前我做的视频教大家 南枪是要带嗜血的 那有些人带雷霆呢 确实前期可以打得比较凶 不过如果你前期带了雷霆 还没有打出优势的话 那中期的时候会非常的乏力 那么这个南枪的成型期 又要往后推不知多少的时间 那现在虽然我们整体的人头还是领先5个 但是根本不容乐观 因为大部分人头都是集中在我的身上 也就是说在团战中 我的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 我肩膀上的弹子非常的沉甸甸 这个搞得我压力很大 那么由于对面的阵容是有曙光 以及稻草人 所以说我也是比较早的做了一个水银系带出来 面对这样控制多的阵容 小鱼人最好是要做水银系带 连沙漏都不用急着去做 因为你被控了 连沙漏都按不出来 然后水银系带有粉丝说我 说为什么出水银系带 而不出钢锅 说钢锅的抗性更好什么的 因为钢锅很贵啊 水银系带只要1300呢 那肯定是先出水银系带对不对 如果实在到了大后期 你想换钢锅那也是OK的 不过小鱼人这个英雄前中期确实很强 但是到了大后期是有一点乏力的 那所以我非常不希望这场游戏继续往下拖 好的 韩冰这个大招OK 我跟过来首师准备 哇塞巴德这个大招太骚了兄弟 这个大招太骚了 我本来是可以必杀这个稻草人的 那现在我这个一闪又是太慢了一点 对面人一个都没有死 反而我被赶成了残血非常的危险 辅助也在追我 我给他一个E技能 我想来杀下这个轮子吗 一过来然后给闪现在Q走 看一下水银解掉他的控制 再一个E技能又好了 面对三人都根本不虚 哇这一波太伤了 本来我们是必胜的一个局 这个稻草人是必杀 杀完稻草人轮子妈也必死 搞得最后谁都没死 反而我们的男枪死了 那现在我的血量回了上来 对面人都已经是残血 我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的大招还剩下十几秒 又都已经好了 这个曙光一个位移 那么我一个Q技能 配合队友轻松收掉人头 说实话这波打的真的不赚 你看对面人把我们的上塔都快推掉了 赶紧回城去帮上一波 哇这个很骚 这个很骚 还闪过来 哇兄弟你也是想的太多了一点 那么这个两个人头战的 还是比较舒服 刚才我们这波是一个四打三 四打三打成这样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然后还好我们上当 吕刀锋1v2是扛住了压力 那再配合队友来拿下这条小龙 这场比赛的优势 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补给出来 阴在下路 我们的寒冰先手 我开大跟上 瞄掉对方的AD 而一技能都还没有用过 吃完控制 再收掉辅助 一个QW跟上 逼出倒潮的金身 金身过后 灼烧烫死 那就算你这个中单乌鸦 提皮下来 面对四人 也是无力反抗 我一技能已经好了 杀漏在手 根本不需 配合队友 过他枪杀 游戏时间26分钟 我的法穿杖都已经做了出来 此时的我就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就算打招丢空 也不能阻止我 所向披靡的杀戮 那虽然我的数据是21-1 但是游戏时间 一旦超过30分钟 小鱼人这个英雄的优势 就会逐渐下降 对方虽然落后12个人头 但真叫未乱 大龙没丢 如此巨大的优势 都没能破掉其中的一路高地 其实此时的我 心里很慌 打赢刚才的团战 队友想抓时间差 来抢打大龙 但是我们连对方的中路 一塔都还没破掉 这样近距离的兵线 贸然开龙 我的心里 是一万个不情愿的 那想要根据时间差来选择打龙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时间差 一是要取决于复活时间 二是取决于兵线的距离 那这一波 我们在复活时间上 没有明显的优势 而在小地图上 也可以看到 我们没有任何兵线距离的优势 所以这一波贸然开龙 差点是毁天灭地 好在前期积累了优势 虽然被返还算不亏 复活出来 这一波我们的兵线 已经推到了 对方中路二塔的位置 队友再次强拿大龙 对方已经赶到 我丢出大招 辅助巴德 今生四个 虽然躲过了稻草大招的伤害 但是我们四人 被大龙打得也是很疼 对方AD视野 确实想闪现抢龙 被我直接秒掉 AD一死 风卷残云 虽然有点小惊险 但好歹还是赢下了这一波团战 其实优势局 没必要这么执着于大龙 要不然怎么说是大龙毁一生 好在这一波打赢了 我和辅助双双健在 推掉对方中路高地 终于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别看我们领先十几个人头 38分钟了 还没有破高地 领先的人头都不算人头 兵线才是硬道理 同样你们在游戏里 觉得自己优势很大的时候 想要浪上一浪 先看看时间 再看看破没破高地 如果没有 千万别浪 补给出来 中路开战 我枪行击杀对方的中单 而岛槽曙光诺手把控制技能 全部都砸在我的脸上 我水银沙漏旗开 躲过茫茫多的技能 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诶诺手这个伤害还真是恐怖啊 好在我们的女刀也发育不错 要不然这波真的有可能会被反推一路的 游戏时间42分钟 我早已是六格神装 五人集结就在正面打团 优势巨大 不可能输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苦笑学堂 希望本期的小鱼人中单 对大家的上分纪念有所帮助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 你们都能在战棋TV 看到一个英俊无比的男主播 他是谁 那么帅 他是安静苦笑